最长的一天可能13个多小时 接近14个小时 那天可能是因为写论文 所以就待了一较长时间 就是从早上大概8点 然后到接近闭馆 就是晚上10点左右 记得最长的一天 是在图书馆待了13个小时 记得那一天是因为早上 只真的睡不着了就 一周几乎没有其他特别的事情的话 每天都会过 基本上我每天都会来 但有的时候的话 还是会出于书 想要去运动锻炼一下 可能会有一天两天来的 不会那么久 可能在研究生体学习的时候 我还没有经常来图书馆 但是后来觉得在宿舍的话 就是可能缺乏一个被人监督的环境 所以学习的效率可能不是很高 然后来到图书馆 可能看到周围大家都在学习 可能也是对自己一种监督和激励的作用 所以这样可能效率会提高一些 我在图书馆待着 一是觉得效率特别高 二是觉得很安心 常常会坐在图书馆三楼 有一个单独的一排 然后单独一排的话 就是人会比较少 我比较喜欢安静一点的地方 有时候看了我那些看累了 我就会 那管图特别方便的地方 就是我可以随意地去走动一下 然后翻阅一下 那些书架上那些书籍 就是我比较喜欢历史的话 然后三楼 我座位旁边就是一些 关于历史的书籍 包括中国历史 然后世界历史 还有一些人物的传记这些 我会看一块写书 看我像《债务危机》这种的 其实也是类似于金馆之类的书籍 我觉得看写书 看一下拿到我们的思想 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 偶尔也会看一些篮球队的视频 放松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